今日股市由老凤翔特别呈现 今天由于受到外部因素利好的影响之下 指数是跳空大涨 最终是站在了3000点的整数关口上方 虽然是呈现出的冲高回落的走势 但是成交量是放大的 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情况 上市指数的收盘点位是3007点 涨幅在1.15% 成交额放大到了2212亿 其实指数已经是连涨了5个交易日了 在这5个交易日当中 当然也跟一些利好的因素有关系 所以走到今天 加上利好因素已经在市场当中反映出来了 指数还有没有进一步向上的空间 每轮市场上涨 总归会有一个领涨的主线 或者说领涨的热点 在前期非常明显就是以科技股为主 这一波的五连羊 主要就是来自于金融股的带动 金融股里面的银行股 那更是贡献的更多了 那么银行股是不是还有持续性 结构性的机会 这个品种还有多少的操作空间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都会来详细的分析 了解一下在我们微信平台 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主要还是跟指数有关系 户指收出了五连羊 也占上了3000点了 到底还能不能进一步的继续上行 A 能 50突破了前高 距离它今年的高点 只有8个点的空间了 所以将会带领指数继续走强 B 不能 短期涨幅已经过快连涨了五天 所以要先休整 蓄势 蓄势之后再上工 稍后咱们来看一下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 也来听一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 看看他们三位如何判断 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周征 杨勇还有吴海荣 欢迎三位 简单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表现情况 今天是全线红盘报收 红周一 上市指数1.15的涨幅 中小板1.45的涨幅 创业板的涨幅相对较少 0.75% 上镇50% 1.02% 来看一下今天的互生两市的成交额 互生两市加一起是5351亿的成交额 较上一周是出现了放量 市场的活跃度 今天自然涨停有69家 跌停只有一家 S7个股方面呢 四只涨停三只跌停 市场整体的赚钱效应 今天达到了87% 今天是一个比较高的赚钱效应了 那么应该来讲明天是会有所分化的 我们先来听一听周征的观点吧 其实市场已经是连涨五天了 连涨五天 占上三千 当然是跟外部的一些利好的消息面 配合有关系 那走到今天还能够继续上行吗 从选项的角度上来说 我们倾向于短期选币 就是指数在三千点的这个位置 还是需要有一个震荡整顾消化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指数在截后的 这么一个连续五天的一个上涨 特别是在上周四开始 其实就是受到了外部的这种 预期差的这种影响 那么经历过了上周两个交易日 以及今天的这么一个指数的一个上涨之后 我们觉得指数基本上已经消化了外部的这个预期差的这种变化 那么指数在三千点的这个位置也就是 基于外部的这个消息 反映的基本是到位了 那么接下去的话 我们觉得指数要想进一步向上拓展空间 我们要继续观察两个预期差的变化 第一个就是 整个上市公司在披露三级报过程当中的一个整体业绩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其实也是创业版 他今天晚上是创业版 最后一天需要强制披露他的业绩预告的一个情况 那么从目前已经披露出来的 这个大部分上市公司的业绩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至少在三级报当中 还是能够产生结构性行情的 虽然没有看到整个上市公司在三级报当中 出现一个大的盈利的拐点 但是至少结构性的拐点还是非常明确的 这个是第一个 那么后续的三级报 我们觉得还是要观察 这是第一个可能潜在的预期差 第二个就是 当外部环境相对比较缓和和稳定的背景之下 我们内部的逆周期调控的政策的力度 有没有可能有预期差 我们觉得接下去 这个也是对于市场的这种影响会比较的明确的 因为在节前的市场的回调当中 其实隐含着一个预期差 就是市场对于原来的货币政策宽松的预期 是做出了一定的修正 因此的话 我们觉得在接下去的 逆周期调控政策这方面的 有没有可能它的力度会有所减缓 这个预期差对于整个指数的 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说这两个预期差 对于接下去的指数 在10月份的下半个月 甚至到11月份 这个阶段的行情会产生比较明确的影响 但是到11月中旬之前 我们觉得外部相对来说 是比较缓和的 就是外部因素已经在 这两天市场上涨过程当中 已经是体现出来了 你今天要看两个 要么就业绩非常好 非常超预期 而且它是一个整体的 它不是一个结构性的 要么就是看到比较利好的政策 但是现在这俩还都没看到 是吧 就是毕竟三级报线 还只是一个结构性的 一个机会的体现 那这在没看到这两个因素 明显是一个利好之前 指数怎么运行的 三级点复行横盘震荡 今天缺口补吗 短期有可能会回补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今天上阵指数 收盘的点位 离五天均线 还有五十点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不排除指数 在正当整顾的过程当中 会先向下回踩 五天均线的这种走势 而且其实尽管 截后像银行啊 地产啊连续的大涨 但是我们看到 即便今年指数涨了四十个点 两市加起来成交量 不足六千亿 这个成交量的水平和今年 哪怕是第二季度相比 其实成交量我们觉得 还是略显不足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成交量没有办法去配合 全中国进行连续的一个上攻 再加上我们看到 五菱也是摸到了前高的附近 所以在这个位置 我们觉得出现 调整整顾的需求 还是比较大的 好来听听杨永的观点吧 觉得能不能继续上行 我的观点也是偏向一短期 可能要震荡整顾一下 因为确实我们看 这个整个市场的指数 出现了五菱一样 那么五菱一样当中 可能在前几根阳性 是跟我们之前一段时间的市场调整 本身有一个超低反弹的 一个需求有关系 那么看近几天的一个市场表现 我们如果观察的仔细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人民币的一个汇率的表现 以及整个市场 在上周的话 就涨了一些类似于知识产权 包括一些油气的 这样一些概念的话 可以看得出 其实市场在有关外部环境的 一个改善的预期上 还是体现的比较充分的 那这个预期呢 从上周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到现在来说的话 基本上就如刚刚周老师所说的 已经是兑现的一天了 那么今天这个阳性 那我们看了一下 虽然说量能 相比上周又有明显的一个放大 但是呢 这个放大的一个时间段 更多的是集中在上半天 那么下午的话 基本上还是一个明显的数量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是有放量 但是整个市场的情绪 并没有达到非常亢奋的一种状态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整个市场当中 一方面呢 还是一个存量博弈的一个市场的环境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资金在这一块不大愿意去追高 因为上证指数这一块上方 今天是达到了30280 前高3048也有20点 仅仅20点之要 那么特别是上证50指数 也是跟前高已经非常近了 所以在这一块呢 很多投资者心理层面上 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担忧 那么但是我认为 即使是在这里做一个整档 可能下方的空间也是比较有限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 最近一段时间 整个市场领长的一个品种 就是大金融板块 那么金融板块 我们看到今天 除了之前有持续表现的一个银行之外 那么像券商保险等等 都有一些表现 特别是券商和今天的多元金融 因为一些区域性的 特别是澳门交易所 这个可能要拟成立的 这样一个刺激 包括这个金融对外开放的 这样一些消息的刺激有关系 那我们看到呢 像多元金融是有多次个股涨停 那么券商也是有一家公司涨停 所以我们觉得整个金融板块 它基本上是呈现了一个 多面开花的一种景象了 那么这种景象 我认为短期来说 不会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回落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看了一下 就是外围市场的话 特别是上周五 美股的涨幅也不小 那这个涨幅呢 跟我们内部的一些 这个双方的一个环境的因素有关系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美联储周五 它是表示 会每月这个进行600亿美元的 一个短期债券的一个购买 以使来确保银行的一个 保持它的一个充足的一个储备 所以呢 这个刺激的话呢 就是对整个美股 有一个非常好的 这样一个提振的一个作用 我们认为外围市场短期来说 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回落 所以综合来看呢 我们觉得整个市场短期 虽然可能会有回落整理 但是在这个下方的一个缺口 也就是22980附近的话 应该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撑的 那么从中期的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我还是非常看好 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中期的行情 因为我觉得上阵五零 已经是第三次挑战前高了 而且今天是已经 基本上是把这半年以来的 一个震荡的一个箱体的上沿 给打掉了 那我们接下来几天就要看 一方面量能不能够维持住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在 上阵五零指数三一点上方 能不能站得稳 如果能站得稳 打掉新高的话 那我觉得五零指数 带动整个市场上行的这种趋势 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好 稍后我们再来详细讨论一下 五零指数 再来听听吴海荣的观点 怎么看待指数能不能继续上行 对 我觉得周五跟今天的上涨 应该还是对于外围消息面上的 缓和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整体指数 向上这个占上了三千点以上 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 反应基本上我觉得到位了 就是说后面市场的走势 可能还会原有的一种走势 就是即使上行 也是一种缓慢震荡式的 就几点 第一个就像刚才杨勇讲的 今天上午市场 实际上情绪是有一定亢奋的 特别是早盘实际上 银行 券商 保险 基本上都集中向上攻击 但是我们看到下午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看成交量 明显开始进行了萎缩 然后虽然全天的成交量 是有所放大 但是基本上都是集中 在上午的一小时之内 然后对指数上面来看的话 我们看对于 如果说对于未来 这个弹性预期更强的一些板块 比方说像券商 然后像互联网金融 基本上到今天收盘的时候 很多个股 可以说绝大多数个股 都是收了比较长的上一线 就说明实际上上方压力还是很大 那其他的我们看 就是这两天 我觉得一方面是 消息面上的利好跟缓和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节前 这个长假前期 实际上有部分资金是出去的 因为毕竟实际比较 特别是一些融资的资金 然后这些资金 过好几节以后 又开始逐渐的回流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 整体 我觉得至少到现在为止 看不到说很明显的 绝对临涨的板块 就大家攻击性 特别强的板块 大家都愿意到第二天 继续去买的板块 我们现在没有看到 而且今天指数 我们看指数涨了不少 但是涨幅在3%以上的个股 大概就400家左右 实际上这个量还是不足 所以我觉得这两天的上涨 更多是这个消息面缓和以后 一些资金的一些回补动作 但是整体往上 我觉得特别是前期高点 再往上应该说上去 也是压力重重 你觉得前期高点是3042 对3050那一代再往上 我觉得还是有压力 所以这里即使上 我觉得它会还会进行 就是来回的拉拘 我觉得今天这种冲高回落 是告诉大家说 可能现在三千点之上的空间 其实还是看不到的 是这个走势 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3000点 3000点以上 我觉得是它会继续要涨 我觉得也慢慢来 不会急 但今天有一个缺口 怎么看呢 缺口我觉得完全有可能 在未来去回补 我觉得这个缺口 这个未来回补 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有概率的 因为我的消息面带来的是 上涨 然后又不是很强的实体的大阳线 这种缺口 我觉得未来还是有希望去回补 但是因为毕竟现在比之前 就是我觉得利好 开始逐渐的增多 内外部的 所以往下的空间 我觉得可能也不大 但是我觉得它在里面 你看这波回调 正好回调了 就是2730年以来的 涨幅的一半 一半的位置 正好回调一半 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回调的一半 实际上反映了 就是很多当初的 比方说原来科技股涨多了 大家对三级报预期 可能有限影响 就这些都往下放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整体往下的空间 也相对有限 但是往上 我们也看不到说 很强的这种连续性 特别是我们现在 最近一段时间公布 基本上都是三级报偏好的 就未来一段时间 可能三级报 要么就是中规中矩的 要么可能到越往后 可能是一些差的也出来了 所以总体 我觉得还是一种 就是缓慢震荡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 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武林 其实今天 刚刚吴海荣说到 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 领涨的主线 那是因为跟科技股比的话 确实没有明确的品种 但是如果就权重而言的话 其实银行股 已经算是比较强的了 而且已经是连续涨了 差不多有三四个交易日了 上证武林 确实已经临近了年内的新高 并且今天还留下了 一个跳空的缺口 他今天这个缺口 直接突破了 他前面两个新高 盘中最高已经摸到了3040 那么他今年的最高点是3048 而且今天是有成交量的放出的 武林接近年内新高了 他会不会去直接领涨 他有没有可能直接突破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北向资金的表现 北向资金今天 其实还是整体流入的 互股通是8个亿 深股通是24个亿 整个加一起是32个亿 而且他上周五也是流入的 46个亿 我们说每一个阶段 一定会有一个相对来说 更强的品种 之前是科技 这个阶段其实就是金融 不管是银行也好 还是某些券商 某些保险 再加上今天金融股的 一些题材的扩散 武林有没有持续 领涨的可能性 武林的话 其实我们觉得 更多的还是要看银行 对 那么我们现在看银行板块 它在截后能够涨 至少到目前为止 市场关注的 更多的它涨的 第一个是 它的位置相对比较低 估值相对比较低 它有一定的分红的 就是分红率 相对于目前的 这个理财产品来说 它有一定的优势 这个是它现在涨的 比较重要的原因 那么如果是这些原因 它上涨的话 那么第一 它涨上去了以后 它的很多上涨的 这个逻辑就没有了 因为它涨上去以后 位置也不低了 估值也慢慢抬升了 它的分红率 就是它的这个 红利收益率也下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觉得像银行股 它的连续上涨的持续性 就会存疑 不像科技股 它未来的这种 行业的空间也好 等等 其实是 这个行业是不一样的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 我们看到了 这个周末的时候 央行发布了 关于一个资管新 配套的一个文件 就是如何去定义 这个债券的一个 标准化的一个 这个细分的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的下发 相对来说 我们去仔细看了一下 比原来的去市场所关注的 这个还是相对偏严的 也就是说 资管新规 对于整个银行 特别是银行理财端的 这方面的业绩 还是未来会产生一些影响的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们觉得现在银行的涨 不是由于它的行业的 紧急度提升 也不是由于它的业绩的 增速提升的与其上涨 而更多的是由于 避险的这些资金 去做的布局 那这样的话 我们觉得它上涨的空间 就比较有限 那涨了这几天 你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是吗 杨远刚才说 要关注上证50 其实如果关注上证50 现在最强的就是银行 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你也提到 说9月份外资买的最多的 其实也是银行 也是金融 那到了今天为止 外资确实还在买 但是银行累计的涨幅 也已经不小了 从这开始宁波银行 然后到今天 像光大银行 普发银行 其实这一段时间 银行平均涨幅 也可以接近10% 甚至更多了 我觉得如果市场 要找机会的话 肯定机会更多的 还是集中在权重这一块 因为这个我们节前 节目当中也提过 就是我是看大小切换的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基本上市场 正按着这条路径在走 我觉得呢 这个持续应该还有 首先我们来 还是来继续看一下 就是9月 北上资金行业的 一个配置动向 我们上一时代的 可能是截止到 9月中下旬的 那么现在是整个9月份的 我们看一下就是 9月统计 基本外资是 从去年以来 单月留了最多的 一个月份 那么买的最多的 非常明显的就是银行 那么骑士是家电 还有电视金融 和房地产 那么这几个行业当中 我们看到 都是近期表现 非常不错的一些行业 当然了 外资它不能代表 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号 但是从类似 我们看一下 就是上桌的一个 类似公募的一个 配置上来看的话 我们看了一下就是 内资不管是这个普通的股票型基金也好 包括偏股型的一个混合基金也好 那么上桌买的更多的还是偏大盘的一些仓位 那么对于小盘的仓位 他们是在减的 所以其实现在可以达成一个共识是什么 就是内外资的一些机构的资金都在配置一些大盘股 配置一些低估值的高分红的一些这样一些 本身预期比较低的这样一些行业 那我们觉得从今年的年中以来到现在 每一个月的它的一个上涨的领涨的行业 或者说品种可能都不太一样 比如说像七八月份 这个北上资金买的比较多的是消费和科技 那么八九月份是涨了两个月 那么像九月份它买到现在的话 可能我们从银行股的一个上涨幅度来看的话 可能也大银行也就十几个点 小银行可能最多也就二十个点 整体涨幅呢也不是非常的大 那么另外一个呢 从估值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银行的一个估值 依然是处于低位的一个水平 其实现在银行的话 我们觉得它的一个上涨的时间就更短了 基本上也只有不到两周 所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的话 我觉得大金融板块 它完全还有上行的一个空间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觉得基金的仓位 之前银行也具备了这种上涨的一个条件和优势 为什么在之前不涨 现在来涨 我们觉得可能跟这个基金的一个仓位的调控有关系 因为前面的话 更多的会偏向一些业绩比较有爆发力的这样一些科技 那么同时的话 对于一些消费品种 可能他们觉得业绩增长和确定性都比较高 但现在呢 我们看到科技的分化 有一部分资金出来了 据数据统计 我们看了一下九月下旬的话 我们的这个私募排卖网 很多私募的基金有明显的减长 减长的幅度达到7% 而减长的品种大多是以科技为主 所以呢 我们觉得武林指数应该来说在未来一段时间 还是会成为整个市场需要观察的一个重点 好 吴海荣觉得武林还能够继续领长吗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今年 就是说对于机构来讲 实际上我觉得整体上是有盈利的 虽然今年的整体的行情 说来来回回反反复复 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低点 所以很多机构 我们看上半年一波 二三月份 下半年一波科技 包括像白酒的消费等这一些医药 所以今年对于机构来讲 整体上是盈利的 有些做得好的可能盈利还不小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指数在三千点来来回回反复的时候呢 说实话很多人 我觉得对未来的行情可能还是比较迷茫 看不清楚 所以在这个时候 落代为安 它也是一种策略 就把全年的盈利先收回来 那么这个时候收回来 就是可能把原来涨得好的那些卖掉 但是卖了以后 它不是说就空仓了不配了 它还是要去配 那么配了什么呢 它第四季度可能就是配那些 估值很低的前段时间的地产也好 最近的银行也好 当然银行最近也有消息比较多 比方说前段时间就限制了监管设定的拨备上限 那么可能大家想预期的就是银行的利润 要比实际披露出来的要好 然后最近周末的时候又有金融的开放 所以银行最近涨得不错 但是我觉得这些因素就是刚才讲的机构的一些因素 我觉得实际上它该配的 实际上很多也配了 就是原来高位出来的 它该配的也配了 后面我觉得这些品种实际上 它长得不像科技那些弹性很大 又有比较高的预期 它这些更多是金融地产是看在哪里 一估值低 特别是银行估值低 地产还有可能有 现在还有一些利润增长比较快 但是特别是一些行业的龙头 但是银行实际上它的成长性已经是比较少了 所以我觉得更多是一些避险的因素 占据的成分比较大 那我觉得它的连续性 就最近一段时间实际上银行涨了不少 包括上镇武林 上镇武林现在实际上 今天已经达到了布林县的上轨以后 开始出现冲高回落 所以我觉得这里实际上短期还是存在着压力的 好 那觉得创业版呢 因为创业版截止到今天 是所有的上市公司的一个业绩预披露的截止期 就如果说有业绩不好的 至少在今天要全部披露完成了 那接下来创业版怎么样呢 我觉得整体创业版应该还会是一个分化 但是因为前段时间 为什么创业版就是说相对回调的力度比较大一点 一 前面一部长得比较厉害 特别是原先的科技也好 然后这个特别是医药医疗里面 包括互联网金融全部都在这里面 然后这个前段时间 特别是三季度最后这个两周时间 实际上我们看很多科技股回调的比较厉害 护金回调的比较厉害 所以科技股下来了 然后最近一段时间权重涨的比较多 然后你看成交量又没有始终 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放大 所以在资金的这个翘翘版效应相当的明显 就最近虽然创业版一样再涨 包括前面两天有个阳性还比较大 但是最近两天实际上是收了两根假阴线 就涨是涨的 但是实体看上去是假阴线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主板那一块出现一定的分歧 或者说出现一定的震荡的时候 那可能资金会有一部分回流到我们创业版中间 所以我觉得结构性的 如果说市场是结构性的机会 我觉得应该更多成长股的机会更多 那你觉得短期到了就是主板这边可以修整 然后创业版这边可能会补涨一下的这个时机吗 我觉得这个也还不叫补涨 那叫什么 轮动上涨 还是轮动 大家对于题材的挖掘 就是现在我觉得系统性的 就是指数上面系统性的机会 我觉得两个板块都不大 都没有 都不大 就现在可能更多就是 大家第一 我们最近就是利豪出来以后 大家一下子好几天时间把这个情绪反映掉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 又回过到原来 常态就是指数震荡上下来回的拉击折返跑 然后就是大家有能力的挖掘板块跟机会 结构性的机会 我觉得始终会存在 因为资金始终 毕竟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说主题性的机会 实际上一直有 只是说这里面 大家对于折股的能力 折板块的能力 节奏的把握 可能要求会比较高 其实创业版呢 在上一波 应该说是这波领涨的 这个主流的指数了 因为它那一波的涨幅呢 肯定是超过主板 当然也这个比大的更强 它的起涨点 或者真正开始上涨 其实也跟当时中报的披露截止有关系 披露中报结束了 预披露完了 然后创业版的指数 开启了一波比较强势的上攻 今天呢是三季报 披露完了 所以它会不会 接下来会更强 就比主板那边更强 重新又变成市场主流关注的一个指数 周正认为会吗 我觉得我倾向于创业版指数 会比主板指数来得更强 但是它不会出现明显的反向的这种变化 也就是说当主板指数回到的时候 创业版指数不会 逆着主板指数去上攻 就不会明显分化 对 但是如果去从结构性的 三季报的业绩角度上来说 那么我们觉得明显 创业版的这个业绩 相对来说 比主板整体的业绩的增速 还是要来的这个更好一些的 因为未来 其实科技加消费还是整个市场的一个大的一个赛道 那么如果从创业版的全中股的结构和主板的全中股的结构来看的话 那么主板的全中股的结构明显偏向于周期 偏向于传统产业 而创业版的全中的结构明显偏向于消费和科技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那么我们觉得创业版指数 未来很有可能会领先于主板指数 去走它的一个趋势性的行情 当然这个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 但是从短期上来说 我们觉得创业版指数 当主板指数的那边的资金退出来了以后 创业版指数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相对于主板更强的表现 稍后咱们来说一说具体的品种 我就先要给大家说一下 整体的一个对于后市的一个策略 或者说一个思维 因为在之前指数一直是处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 3042之后调整 然后再创了一个3030附近的高点 然后又调整 现在今天虽然是个冲高回落 但是至少是经历了前期的调整 加上创业版的三级报的 已经全部的预披露完了 所以接下来市场 是不是大家可以稍微乐观一点 或者说谨慎乐观一点 因为外部因素现在也 缓和也在转好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可以重新恢复到一种多头的思维 就不要谨小慎微 甚至可以逢低的加大仓位 是不是可以保持这样的一种操作的策略 我们先来定一个大的方向 听听几位是什么样的建议 杨勇是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如果是回落的话 还是可以去参与的 你指的在这个位置上回落是向下补缺 对如果是有补缺的机会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 补了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是吗 至少在整个10月份我认为是可以的 然后继续保持多头思维 最起码现在来说的话 我们觉得虽然说谈不上指数 会有很大的一个上升的这个空间和动能 但是我认为10月份这个指数 震荡上行的概率还是非常的大 因为呢我们之前预期的外部环境转览 只是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月底的话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会议即将召开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的话 包括欧洲那边 他们的一个货币政策都开始偏宽松了 而且美国最近这个两个月的话 它的一个宏观经济数据不太景气的话 可能在年底之前还有一次降息 那么这样的话就为我们的一个货币政策 会赢得一定的这个市场的空间 所以呢我们觉得整个市季度的话 特别是11月份 11月份还是可以有不错的一个操作的机会 其实从盘面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相比9月中下旬 整个市场在这两桌的话 表现出来的一个可操作性还是非常强的 你不管是做权重也好 包括做一些小票 只要你不去做那种有业绩问题的一些公司的话 我觉得盈利的盖利盈面都是非常大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我们认为整个市场的操作性相比之前有明显的提升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了 就是外部市场的环境改善了之后 它其实对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提升是有好处的 就是之前可能很多的资金都会担忧 这样那样一些问题 但是现在问题基本上落地了一部分 那现在来说的话 可能这部分资金来说呢 它就有一个入场的一个意愿在了 所以综合来看 我觉得是可以维持一个相对多头的一个市场 但这个阶段呢 我们要观察一下 就是10月份暂时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之后的话我们还要看 好对咱们也不用说那么远啊 毕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市场的变化 以及操作策略 吴海荣来说一说 重新回到3000加上你看之前有长假因素 对吧现在长假因素也没了 之前有外部因素的负面的影响啊 担忧啊不确定 现在也已经缓和了 之前也在担心三季报业绩不行 然后高位的科技股补跌 好补跌也补跌结束了 所以是不是从这个位置上 应该大家重新的开始积极乐观起来 保持多头思维怎么看 我觉得还是结构性的 就是你看外部因素的利空 就当时外部外部利数的利空以后 出来以后 它也就是一两根阴线实体比较大一点 后面就是平稳 现在实际上你反过来像也一样 就是你外部因素 短期的这种缓和 就是几个阳线拉起来反映掉 然后市场又重回震荡 所以我觉得结构性的行情 大家对于指数的预期 我觉得不要太乐观 就当然可能你也不要太悲观 现在的预期到哪 就是3050了是吧 有可能再往上 你3050到37 我觉得这个都有可能 但是空间不大 我觉得能到3000已经是空间 关键你看涨什么 如果涨权重实际上也很快 但如果说你在个100点上下 100点来来回回 权重肯定在那里横或震 那结构性的行情 我觉得还会有 所以就是说 可能还是要不断的拨断 不断的反复 我觉得这个可能 但是我觉得我至少 我个人觉得趋势性的行情 现在还蛮难看得到 因为立即点刺激的因素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 就是我一直的观点 就是现在所有的来来回回的反复 就是我们把大家的持仓成本 都无论从多头的还是空头的 所有的持仓成本 大家都捋平 就是跟2013年的时候 14年的时候 年初的时候 那段差不多 就大家来来回回 把所有的均线 中长期均线 成本大家都在那里 然后可能消息面上 那时候再出一些利好 大家指数就上去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 可能还缺一点 欠缺一点 周震怎么看呢 我是从业绩角度去看 就是说 我觉得经历过三级报 业绩检验的品种 可以乐观一点 用多头的思维 但是还没有经历过 三级报业绩检验 甚至它的三级报 或者说它的整个 今年的业绩 还存在一定风险的 如果它这段时间有反弹 反而应该谨慎一点 好 所以说来说去 还是个结构性的问题 为什么问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大家就看一下 2733其实反弹以来 我们都说2733到 它这个高点是3032点 应该是 还是33点 当时没有打掉前面的高点 3042 然后出现了回调 回调到了2000 这应该是2891点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 其实很多人都在看 下面有一个缺口 对吧 28275027 2847 这个位置有个缺口的 当然大家在看 这个缺口补不补 如果把这个平台 因为这边是有个平台的 如果你向下 然后补缺 可能我们震荡的区间 就重新回到2800 然后再往3000去爬 但是呢 这次呢 因为各种利好消息 我们是2900就开始往上爬 所以是不是2900可以 这次打掉3050 甚至突破3050去摸3000 其实这是一个趋势的问题 就是从小震荡区间 能不能变成一个大的震荡区间的问题 其实是探讨这个 至于是不是一个新的上升的趋势 可能接下来咱们要看看 成交量和零涨主线的问题 以及操作品种的问题 稍后回来听一听几位的分析 了解一下在今日股市微信当中 招募的瑞投雇 只要您是有资格认证的投资顾问 都可以在有看多上面一时身手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选股 你势在必得 得心应手 手到勤来 看盘 你举重若轻 轻而易举 举世无双 挥舞你的点睛之手 燃烧你的投资之魂 最强投股擂台 以为你升起 不服来战 报名入口 请扫二维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备套 赶快下载 谷拍APP 三本炒股实战书籍 限时免费领取 搞懂量价关系 看准买卖时机 明确十月操作 马上下载 谷拍 每天五分钟 讲透一个短线技巧 经历高手操作轻乏 我是少尚武 在谷拍APP 看谷谈大师孙 谷拍 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燃气宝宝提示您 发现燃气泄漏 请打开门窗 关闭总罚 并立即报修 燃气热线962777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 请安全使用燃气 总是追涨杀爹 不是踏空 就是被套 赶快下载 谷拍APP 三本炒股实战书籍 限时免费领取 搞懂量价关系 看准买卖时机 明确十月操作 马上下载谷拍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股市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咱们来说品种 说操作 每一个阶段 都有不同的领长的品种 因为我们会发现 指数已经都回到3000了 很多个股其实还没有回到 对应指数的位置 因为这一波领涨的是金融 是权重 科技是分化 来看一下今天领涨的金融股 今天有两条线 一条线就是金融权重 银行 紫金银行涨停 青岛银行涨停 苏州银行6.75的涨幅 光大6.73的涨幅 保险 人保是2.84的涨幅 锦龙股份是券商的 今天涨停 其他券商也有所表现 另外还有金融题材股 跟几个消息有关 一是澳门证交所的方案上报 二是广州期货交易所 可能会在年底获批 所以越岗澳地区的金融股 表现得比较强势 简单看一下 锦龙 月秀 汇金等等 杨永刚刚是看好银行 而且说到这个题材 金融已经开始扩散了 你就重点说一说 大家应该怎么去找里面的机会 那么我觉得 首先来说的话 看好整个大金融板块 但大金融包含的个股 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我认为当下的最强的逻辑 包括市场的选择 已经告诉我们银行 肯定是最强的这个板块了 那么银行的话 我刚刚说了一些理由 包括国内的公募 包括外资一直在买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为什么在银行这段时间涨了 我们觉得也跟 还有点我忘了说了 就是跟它的一个坏账率 改善有很大关系 因为我们看到银行的中报的 它的一个坏账率 是有一定的回落的 那么特别是 从2019年6月份开始 银行它是出来了一个新的规定 就是一旦是这个预期 贷款预期达到了90天以上 就拉入坏账 那么这样来的话 其实银行整个风控 对坏账这一块 它的一个操控是比较严格了 我们可以预期的 就是在今年的下半年 包括未来一段时间 这个银行的坏账 它会有明显的一个改善的空间 那其实这一点的话 利好程度还不小 还不小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 刚刚谈的 拨费率的一个关系了 所以我们在选择 银行板块的时候呢 应该结合一个 短期的一些消息的事情 比如说拨费覆盖率 现在消息已经有了 而且有拨费率的 那个消息出来之前 其实宁波银行 已经开始大涨了 涨到今天你看 什么银行反正都涨了 问题就是在这儿 银行大家一般都觉得 是没有弹性 对吧 你连工商银行 其实几天的涨幅 也比较多了 连大银行都这样了 我先想问你 就是现在哪些银行 大家还可以去关注吗 这个角度是什么 我谈两块吧 第一块就是 低估值高分红 特别是受益 一波被覆盖率的 这样一个政策的 一个影响比较大的 比如说 涨得比较高的是 宁波银行 那么像其他一些 比较数益的 像南京银行 包括像这个青龙商行 其实它的一个 拨败覆盖率 也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里呢 对它的一个利好 当中存在的一个预期差 还是比较明显的 同时 这当中像新叶 像光大 光大当中今天已经涨了 像新叶 这样一些估值相对来说 有明显的一个优势的 我们觉得也是可以选择的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赤星银行 但是赤星银行呢 它的一个波动会比较大 什么时候适合选择的 一般是我们当中 等它回落的时候 可能低息会好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说后面一段时间 整个市场的成交量 进一步放大 那我们觉得 作为主线板块 领长板块的 这样一个弹性品种 也就是赤星银行 它的空间就可能会高看一线 那么我们觉得 到时候如果有成交量放出来 我觉得赤星银行是首选了 那么除了银行之外 我觉得第二选择是保险 因为保险的话 整体的估值 我看了一下 也是处于低位的一个附近 那其实除了平安之外 你像人寿 包括新华以及太保 他们的一个涨幅 并不是非常大 他们跟券商的一个涨幅 有很大的一个节奏的类似性 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 如果银行能够起来 那么肯定为套空的资金 去超低位的一些 像保险啊 包括券商的这样一些行业 那么这两块当中的话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选择 这种估值比较低的 位置比较低的 这样一些个股 那么谈到这个金融的一个题材的话 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消息 比如说像澳门的一个交易所 可能会成立的这样一个消息 实际 我们今天看到了 夜宿军供就涨停了 同时像广东的一些券商 像今天的第一创业 广发 金融股份 当然金融股份 是属于这个金融的一个对外开放 这样一个影响 我觉得金融对外开放也好 包括这个澳门的交易所也好 我们觉得如果是从题材的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肯定是选新不选旧了 那么澳门交易所这样一个新的提法 可能相关联的一些概念股 应该会有一个炒作的一个空间 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 也是可以大家去挖极一下 好 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两位来说说科技吧 科技龙头现在是分化的 怎么叫分化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涨得比较好的 有几类 消费电子 蓝丝是涨停的 德塞电池是涨停的 芯片当中模拟芯片是涨停的 盛邦 然后长电 软件 中国长城是涨停的 同有科技涨停 另外5G像护电是五个点的涨幅 沃特股份是涨停 科技龙头品种去分化还是挺明显的 这个分化的明显的体现 就是有的个股还能创新高 对吧 经历了整个前一段时间指数的调整 有的现在还能创新高 蓝丝创新高了 德塞是接近它前面的高点 另外再来看几个 像盛邦 你看前期调整也比较深了 然后今天是涨停 因为还有像长电这一类的 但是还有一部分个股 可能连这根大阳线都没有 就更弱了 哪些品种在三级报的背景之下 可以去布局的 吴海荣来说一说 对科技股应该来说 最近风化的特别厉害 因为整体科技股三级度的涨幅 应该是比较大的 这个当时实际上 不管是最正的那些体产 还是一些只是沾上关联关系的 基本上也都是涨上去了 但是到节前最后两周 实际上我们看很多个股 都经历了比较大的调整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 整个科技股在接受三级报的检验 就最近涨得好的那些 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创新高或者说接近新高的 实际上都是经受得住 三级报检验的东西 而有些实际上 纯粹靠题材的 很多个股实际上高位下来 有些20%了 25%了都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 分化在未来 应该是常态化的一个东西 当然这里面现在有些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出来的好的品种 都已经涨了 然后就是有些可能 到现在还没有公告 但是整体来讲 我觉得包括像消费电子中间 整个行业的这个反转 实际上是很明显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消费电子中间 一些特别是整体的一些营收 很多都是创的比较高 都是单季 或者说连续几个季度 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 这种反转器 但是里面可能还存在着 一些就是问题 所以我觉得 整个消费电子中间 我觉得整体上来讲 特别是像光学 声音学 然后连接器 包括像天线 摄像头等这些 实际上我觉得 应该说未来的 这个三季报 包括未来的年报 整体实际上 应该还是一个 这个向上的一个周期 所以我觉得这些品种 就是说 大家我觉得现在宁愿 还是去关注 就是三季报已经出来 检验过的东西 或者说已经创新高 或接近新高 我宁愿等这种创新高的调整 或者有些可能还是比较差的 我觉得调整下来 高位比较多的 我觉得反而可能关注度并不高 因为一种是你埋伏 就是谁三季报 可能超一期 另外一种 就是其实有一些 已经披露了它的三季报 当然没有给你非常好的 比如今天的一个买点 所以想问你 就是当你已经看到三季报了 然后今天有不错的表现了 就这种品种是市场已经 资金已经给你选择了 是可以关注的是吗 对 我觉得这种最好还要等一下 因为现在大家的焦点都很集中 三季报出来比较亮眼 或超一期 就直接往上顶 但是我觉得因为这种反转 实际上它不是说单季 就到头了 或者说单季 就是一个趋势 后面马上下去 它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连续性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的 终端设备中间 包括到可能应用场景中间 最早实现的那些品种 我觉得趋势 或者说季报起来以后 经受检验的 如果未来指数有调整 或回挡下来 我觉得仍然可以关注 但是我觉得 反映到目前为止 三季报 或者说未来一段时间 还是不行的 我觉得因为整个行业 都开始反转了 你的业绩还是不行 那我觉得可能 未来的焦点也不会很高 周征呢 有什么样的建议 在科技股上 我们觉得科技股 去从几个 就是几个大的行业 先去看 首先我们看芯片半导体 芯片半导体的话 其实我们去看了一下 全球芯片半导体当中 其实有四个细分的领域 它的这个 整个的细分的赛道 是最宽的 那么这四个细分领域当中 其实超过千亿美元 市值的上市公司 也是最多的 那么这个四分的领域 包括逻辑芯片 纯储芯片 模拟芯片和半导体设备 那么对标于 A股的上市公司来说的话 逻辑芯片 目前没有纯正的标的 那么模拟芯片 其实对标的 就是盛邦股份 经典是涨停的 那么像半导体设备 像北方划创 那么对于这些 为就是这些细分赛道 比较宽的这些品种 我们觉得 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 去逢低配置 我们觉得在 就是在当下阶段 即便它的三级报 可能没有像 市约上原来预期那么高 股价出现了调整 当它回调到 比方说三日天均线 或者六日天均线 这种中长期均线的位置 反而是你一个 去低息配置的一个机会 因为它的长期的赛道 相对是比较确定的 这个是青棉半导体 这四个赛道的方向 那么对于国产软件 我们觉得当下 还是要去重点的 关注是操作系统 和办公软件 因为这两个 其实是构建了 整个国产软件的 一个大的 一个生态的一个环境 像最近市场当中 有一个五连版的个股 成麦科技 其实但是它更多的是 搭着一个操作系统的题材 那么它的这个题材 导致了它的股价 是出现了五个涨定 也说市场对于这方面的 这种题材的认可度 还是比较的高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 让大家去追涨 这个个股 只是说对于操作系统 这块相关的上市公司 如果有低息的机会 还是要去重点把握的 包括 那么对于像5G当中 我们看到 在中报披露完了以后 PCB是出现了明显的 一个加速段的一个行情 那么从目前5G当中 已经披露出来的 三级报的业绩 我们关注到像 射频天线这个领域 包括像信维通讯 世家科技 通语通讯 其实它的三级报 相对于中报的环比 业绩依然还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增速的 当然如果比方说 像这类的公司 它的三级报出现了 不达预期的情况 股价出现了回落 比方说回落到 三十天均线 我们觉得依然可以去做配置 因为无论是从5G的 消费电子的手机换机 还是从5G的基站的建设 明年才是最最重磅的 一个业绩爆发的 一个时间节点 而不是今年 今年可能只是一个业绩 刚刚开始出现 拐点向上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当这些个股 如果出现明显的调整 就好比去年三季度 大家靠到贵州茅台 出了一个不达预期的三季报 股价出现连续下接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反而是一个逢低 去配置的一个机会 因为在当下的市场环境当中 我们觉得 就是说你不要当时看到市场 连续上涨的时候 你去追涨 这个时候 其实你无论是短期的获利 还是短期的这种风险 都比较难以去把握 所以像这些 就是在你看了 未来业绩 就是中长期确定性 比较好的赛道 跌下来了以后 反而是你一个 去加大配置的时间节点 那你觉得短期 因为刚才其实几位有提到 就今年以来 就是我们肯定是比2018年的 市场的赚钱效应 和操作性要好的 2018年涨了一个月 跌了11个月 是吧 然后今年呢 确实在第一季度 还有第三季度 科技股很多的个股当中 真的是带来了 非常丰厚的收益 所以是不是有一部分的机构 它有调仓换股的意愿 它有获利兑现 然后落在维安的意愿 所以科技这块 是不是在四季度 可能会 不用说四季度 咱们就说十月份好了 近期会不会相对来说 会弱一点 就是往后一点再去配置 不要在当下 我们觉得它 就是机构的逻辑是这样的 就是当八九月份连续上涨以后 会有机构去规避三季报 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做一个调仓换股的 这种处理 但是由于明年的 整个科技的 这些赛道的确定性 依然非常的高 那么在三季报 披露完了以后 其实就会有结构性的分化 那么能够经受得住 三季报检验的这些个股 其实慢慢的进入到 这个11月份之后 会有一个估值切换的过程 那么在估值切换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等不到 你明年再去做配置了 很有可能 它今年会对于明年 上半年的整个科技的 一些细分的领域 它会做一些前瞻性的预判 那么到了那个时候 可能原来做调仓换股的资金 它又会有一个 回补的一个需求 好 我们来听听 另外一位嘉宾的声音 这个杨友来补充一下 就是你站在你的这个角度 因为你现在是看金融了 你觉得说机构 其实在上半年 科技已经赚得非常丰厚了 然后有获利回土的意愿了 但是刚才周中也说 毕竟它可能从四季报 甚至从明年一季报 它都是确定的 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谈的是 阶段性的一个看法 就是刚刚两位老师 都谈到了一个业绩 那事实上 三季报 业绩一高 出来到现在 真正在看到了 这个业绩的一个打卷之后 有几家公司 能够持续往上顶的 我们看到了 蓝色科技往上顶了 然后像这个行为也顶了一下 但是有持续性的 非常少 不是说 你指的持续就顶一下 就没有再继续 对 就是基本上反应了一天之后 就没有再继续了 有继续的就蓝色科技 我目前看到就这一家 好像其他的很少很少 所以我们不看好 阶段性科技的一个行情 并不是说 所有的科技股都要下跌 或者说都要不涨 但是我们说 从当中去选择 能够上涨的这种个股的话 是非常非常难的 概率也是非常低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认为八九月份的一个科技股的行情 趋势性行情走到十月份已经走完了 已经是宣布结束了 所以没有趋势性行情 那么业绩的话 之前两个月 这个预期又打得非常高的话 所以我们觉得科技股的调整 它一定是月线级别的一个调整 不是短期就能够结束的 好 就是给大家补充一下 就另外一种声音 然后自己做出一个选择和判断 接着咱们来说一下科技的题材 题材一个是数字货币 今天还是领涨的 虽然它没有绝对龙头 但是它每天都活跃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一个品种 另外一个就是ETC 来看一下ETC今天相关的个股不多 但是全部都大涨了 吴海荣觉得哪个题材 大家可以把握的吗 我更关注数字货币 因为ETC不是说不好 涨得太多了 结果现在实际上ETC 就是都已经反映到利润上面了 我们看ETC的几家企业 利润增长都相当快 但是它股价的涨幅 也是今年以来是相当大了 所以相反从操作性来讲的话 我反而觉得就是最近 就是可能还是比较朦胧的 这种像那个数字货币 我觉得还是可以关注 因为这个实际上 现在全球的对数字货币的竞争 实际上进入明显的加速 那我们国家的数字货币 也是未来呼之欲出 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 我们可以看到 就整个数字货币板块的话 实际上活跃度相当强 但我讲的这个活跃度 不是说一直涨 我们现在整个 就是我们无论从 就是交易软件 行情软件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概念中间 数字货币这个板块 要么顶在每天涨幅榜的前列 调的时候 有的可能涨幅榜的 跌幅榜的这种前列 你经常能看到到这个板块 首先就关注的资金 比较集中 弹性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整体板块 在未来应该还是 因为这个题材也算比较新颖 然后整体定位也比较高 我觉得 所以这个板块 我觉得还是可以关注 当然它没有绝对 领长的龙头 就比方说我们举一些例子 最早这个数字货币 从这个做设备的 这个常量科技开始 然后到支付 中间支付的像海连金会 亚连发展这些 然后到后面就重组 重组这个数字货币的金冠 然后到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巨龙 柯达 等这些 就是说不断的换新面孔上来 但是就是它没有绝对的 领长的龙头 就是往往你认为 就大家都看出 它是龙头的时候 实际上不是买点 是卖点 就阶段性的卖点出来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 当然还有一些 就是走趋势的 有一些就是它没有涨停 就是慢慢的 就是重心逐渐往上弹 但是每天的上下波段 弹性很大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板块 我觉得试剂度应该是 至少我觉得对于 就原来大家讲 就是特别是金融 跟科技相结合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讲到的是 金融科技护金 当时的就那些板块 现在我觉得讲金融科技 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 舒适货币这里 所以整个我觉得 关注这个板块 但是一定要就把握好 它中间的节奏 我觉得很重要 好 稍后咱们来看看 电视机线观众朋友们 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的 投票结果 在微信公众平台的 在微信公众平台的 电视机线观众朋友们 在微信公众平台的 电视机线观众朋友们 在微信公众平台的 在微信公众平台的 电视机线观众朋友们 在微信公众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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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线观众朋友们 在微信公众朋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我们的工作就是与人方便 多一点贴心 可以让笑容加倍灿烂 更贴心的你 很赞哦 每天五分钟 讲透一个短线技巧 揭秘高手操作心法 我是邵尚武 在古拍APP 看古坛大师兄 古拍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故事 欢迎回来 我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拿出手机 来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有看头的线下讲师团 通过有看头的线下讲师团 也可以和分析师们交流 希望对您当下的操作带来更多的帮助 最后咱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 今天相差的不多 52%对48% 选A的比例略高一些 仓位的情况 大家也可以共同来了解一下 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仓位不变50% 来周生说说明天的操作建议吧 明天的话 我们觉得就是 继续保持仓位不变吗 我们这个仓位不变很高 对我知道仓位不变一直很高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还是那句话 因为这两天大家更多看到的是 上涨的品种的这些机会 无论是金融也好 还是科技股的分化也好 还是其他的也好 但是就像前面吴海生所讲的 到现在为止 披露出来的三级报 还是偏好的多 但是越到越往后 可能披露出来三级报 就可能不达预期的会更多 那么这个时候 你手中个股的这种风险 我们觉得是还是要去不断的梳理的 特别是 如果在经过指数股连扬之后 你的个股已经有了 比较明显的涨幅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出一个不达预期的三级报的话 那么这些个股 反而会有比较明显的回落的风险 所以我们觉得 从来在这个时候 更多的首先还是要去梳理一下 你手中涨幅比较多的个股 是不是可能会存在三级报的风险 这个是要做的第一个要务 而不是说明天更多的去关注 哪些机会 树立风险是第一位的 杨勇呢 如果从指数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明天可能是 比较适合观望的一天 就是没有可能会 指数的一个政府的空间 可能不会太大 可能更多的是 厂内和厂外的人都会选择观望 那么如果是正要去操作的话 那么就看一下手中的个股 如果是涨幅比较大的 在这边是可以短线去减点仓位 那么对一些看好的品种 适当的在下跌的时候去捞一些 我认为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还是看大的一些权重类的品种 对 之前你说过一下水泥基建地产 现在依然可以去继续看好 我觉得可以像 之前我们提到的一个 专项债的一个问题 因为之前是提到 10月份可能要发放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幻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幻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幻童